我觉得这个老师的言论倒是和于晨东不谋而合 对吧 现在我们很多电子产品 虽然说全球都在用我们的产品 但是核心技术还是人家欧美日本的 对不对 这个老师的言论吧 跟以前那个小说高晓松 在节目中的尺度我感觉差不多 只不过这十年来国内的舆论环境有些改变吧 所以他这些话说出来就有些刺耳 刘和真君 我记得当时那个高晓松也是这么说的 北洋时期中国这个大学的社会是相当 这个开放民主的 对吧 我估计周老师也看过小说吧 也是听高晓松说的是不是 哎呀 这两年他都说的这些话好像 你光看他的说的话倒是没有什么很那个偏激的 对吧 只不过是有点哼铁不成钢的那个口气 就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好吗 对吧 谁也想让自己的国家变好吗 对吧 我看他这说话就是看了一次小说 就是高晓松以前那个优酷的节目 但是现在这种尺度已经是被上岗上线贴标签了 至于好坏大家自己可以判断 我觉得至少美国应该没有那个铁链女那样的案子吧 对吧 应该没有那么多铁链女 中国还有好多偏远农村有铁链女